中外禁见礼仪之争 与跪拜礼仪的废除 第一讲的题目叫做 天朝中心论与跪拜礼仪 那么我们都知道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那么经过了几千年的这种历史的演进 那么到了明代或者清代 就是明清之际 那么在东亚地区就形成了一个 以中国为核心的 以中方关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 一种国家关系模式 那么由于这种历史的局限 明清的统治者 特别是清朝的统治者 那么就把东亚的这种国家关系体系 那么就把它毫无根据的 外化为是整个世界的国家关系体系 就好像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也像东亚地区这样的一种 中藩的这么一种国家关系 那么这种东亚的中藩的 这种国家关系体系 那么它的内在的核心 是以理为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 这样的一种等级制的国家关系 那么对于这种 以理为外在表现形式的 这种等级制的国家关系 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做什么呢 叫做天朝理智体系 天朝理智体系 那么正是因为这样 到了明清的时候 那么这形成了明清统治者 不了解世界形势 闭目塞厅 盲目虚焦自大的 这么一种 天朝大国这么一种思想 我们都知道 在18 19世纪相交的时候 那么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最初当时是持民主义国家 那么开始入侵中国 那么在中国面临着 西方持民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准备对中国发动侵略的时候 那么这种天朝大国的思想 那么就模糊了 天朝君臣的这种眼光 那么限制了他们的事业 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 没有能够对已经变化了的 这种世界形式 做出一种清醒的迅速的 这么一种有效的反应 那么这样呢 就导致了我们中华民族 经历了一种无穷的这种民族灾难 那么使得我们中华民族 那么失去了一百多年的 这种发展的这种时间 那么对于这一点 我们每一个学习中国近代史的人 对于这一点都感到非常的痛心 那么对于明清朝 明清两朝的时候 那么清朝统治者 或者说中国的统治者 这种天朝大国的思想 西方的持民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批评很多 对吧 那么这个西方人批评清政府 有天朝大国的思想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为了他开脱他对中国 区略的这种罪责 那么作为我们国家的史学工作者 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天朝大国思想 也给予了批评 那么我们国家的史学工作者 在批评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的着眼点 他的目的在什么呢 他的目的在于 摆脱这种落后的腐朽思想的 对于中国人民的一种束缚 他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 争取民族的这种发展 就是中外 虽然都对清政府 这种天朝大国思想进行批评 他批评的这个着眼点 六足点是不一样的 那么但是他一个总的趋向 都是对清政府的 这个天朝大国的思想 批评的多 那么做一些具体的历史分析 做一个客观的评价 这样的情况比较少 那么因此呢 我今天呢就想 就清政府这种天朝大国的思想 天朝中心论的思想 来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讲以下这么几个问题 或者说呢 对以下几个问题 来做一个历史上的一种分析 或者评价 那么首先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他的题目叫做本土中心论 是世界中古史中人们的普遍认识 那么这个天朝中心论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称作叫做华夏中心论 华夏中心论 那么这个天朝中心论也好 华夏中心论也好 那么这个呢 是中国人的一种自称 或者呢 是外国专指中国的一个中心地位 那么或者呢 是相对于这个东亚地区的 各个国家的关系而言 那么我们把它称作叫做天朝中心论 或者呢 叫做华夏中心论 那么但是如果说 我们相对于世界其他各个国 相对于其他各个国家而言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又可以把这个天朝中心论 称作叫做什么呢 叫做本土中心论 称作本土中心论 那么我们看一看整个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 那么这个宣传本土中心论的 这个国家或者地区 并不仅仅是清王朝 就是说其他国家 其他地区也有宣传本土中心论的 这么一种思想 或者说坚持本土中心论 这种思想 那么是世界各个国家 它发展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之后的 对于世界的一种必然的这么一种认识 或者一种认识现象 那就是各个国家历史 发展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之后 那么自然产生的一种 对于世界认识的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现象 或者说这种本土中心论 它在世界历史发展当中 有它的一种普遍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本土中心论 那么这个我们从历史上做一个分析 那我们都知道呢 就是人类社会啊 那么它的生产力水平是由低到高 那么也就是说 以往中国古代 由于人们这个生产率水平发展比较低 交通工具 通讯工具非常落后 那么这样呢 在十九十四 十四世纪 十五世纪以前 那么整个世界被自然的分割为 几个相对独立的 互不来往的这么几个地区 它相对独立 相对封闭 形成这么几个地区 那么这样的话呢 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之间 很少彼此之间发生这种联系 发生这种交往 那么长期生活在某一个地区的人们 是吧 他只能够认知世界的某一个部分 而不可能认知整个世界 全部世界 是吧 我们平常不是经常在讲 说一个人要想取得真知 是吧 要读万件书 要行万里路 就是他的视野要开阔 是吧 他行了万里路 他对于整个世界 他才能够了解得更清楚 当时的人 他只是生活在某一个地区 因此他只能够对于某一个地区的情况 有所了解 他不可能了解整个世界 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人们 往往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区 就误认为是整个世界当中的一个中心地带 无论是古希腊 古罗马 还是东方的阿拉伯国家 还是我们古代的中国 古代的印度 都是这样来理解问题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 说这种说法表现得非常幼稚 非常可笑 非常荒唐 非常滑稽 但是在当时的人们 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 则认为这是一个无可质疑的事实 他就认为自己所在的地方 就是世界的中心 那么这是人们这种认识的 这种局限所造成的 那么我国的学者 有很著名的一个学者 叫做钱中书 那么钱中书先生曾经讲 他说呢 古希腊 罗马 亚拉伯人 就是阿拉伯人 说古希腊 罗马 亚拉伯人著书 各以其本土为世界中心 就是古希腊也好 古罗马也好 是吧 古埃及也好 是吧 就是他们在写书的时候 都是以他们这个地方 以本土为中心 那么这个世界史的一个历史学家 那么叫做吴于锦 吴于锦先生也讲 他说在世界这个上古史当中 他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 这种中心论 很多种 那么后面他讲 例如有什么呢 例如 波里比阿是罗马中心论者 司马迁 这是我国古代的 是吧 一个历史学家 司马迁是汉中心论者 塔巴里是伊斯兰中心论者 弗莱新帝奥托 是比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的 欧洲中心论 出现得更早的欧洲中心论者 他是讲什么呢 就是在世界各个地区 都有 是吧 把自己这个地方 当做世界中心论 当做世界中心的 这么一种说法 有各种各样的中心论 不但这样 就是非常著名的 一个德国的 一个著名的思想家 哲学家 黑格尔 对吧 那么黑格尔 他曾经这样讲 他说地中海 是世界历史的中心 没有地中海 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 那么黑格尔 这么一个著名的思想家 是吧 在谈到世界历史的时候 是吧 他讲地中海 是世界历史当中的一个中心 如果是没有地中海 那么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 那么他说的对不对呢 我们不能说他不对 那么但是他这个说法 至少是犯了一个片面的一个错误 什么片面呢 就是他把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 古中国 古印度 是吧 在世界历史发展当中边缘化了 还是讲地中海 是世界历史发展当中的一个中心 是吧 那么古中国 古印度 在世界历史发展当中 这个地位 是吧 那么被他忽略了 那么说这个黑格尔是吧 也同样存在着 本土中心论的这种思想 或者地中海中心论的思想 那么这些不同版本的 本土中心论 这种思想的出现 那么同人们 对于整个世界基础知识 历史知识的这种了解的限缺 有关系 是吧 那么同当时的人 对于世界全貌的认知 认知上的局限 有直接关系 是吧 那么但是同时 这种不同的中心论的思想 同时呢 又是不同时代 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反应 又是不同时代 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反应 为什么 那么这个吴先生讲 都说奴隶制国家的统治者 总是把周围世界 看作掠夺的来源 奴隶制国家统治者 以我为中心 把周围看成什么呢 是掠夺才处的 这么一个来源 向四周进行掠夺 而封建 而封建制国家的统治者 总是把周围世界 看作是索取纳贡的来源 封建统治者 把周围看成什么呢 是向自己称臣纳贡的 这些藩属国 那么还是以自己为中心 那么当一个国家 特别是一个比较强大的 或者比较先进的国家 在同其他的国家 发生这种接触的时候 是吧 那么这种本土中心论的思想 就集中的表现为 或者说突出的表现为什么呢 就是他认为 只有他所生活的地方 他所在的地方 才是世界的中心 这就会产生呢 他这个地方的君主 就是天下的共主 其他国家的人 其他国家都应该呢 臣服于他 那么这种思想 应该说它是带有普遍性的 那么下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在1670年 俄国向清政府 派遣了一个使团 我们把它称的叫做 米洛瓦诺使团 那么沙皇 在给这个米洛瓦诺夫 他的一个训令当中就讲 要求这个米洛瓦诺夫 向清朝皇帝声明 声明什么呢 说沙皇 前面有一大串 这个名称 全大俄罗斯 小俄罗斯 白俄罗斯 专制大君主沙皇 就前面讲 他这个有很多头衔 他主要讲什么呢 说在这个沙皇的统治之下 已有许多国君和国王率领自己的国家臣服 很多其他国家呢 都臣服于沙皇 是吧 他说呢 而这个大君主沙皇对他们关怀备至 俄国沙皇对他们很好 关怀备至 使其沐浴黄恩 而且公开的提出来 要求清朝的皇帝 当时他们把他称的叫做 伯格德汉 要求中国的皇帝 康熙皇帝 也要呢 尽力求得沙皇的 这种恩宠和关怀 归顺于沙皇 就是当时这个俄国政府 俄国的沙皇 要求他的这个使节 向清政府提出来 要中国的皇帝 要臣服于沙皇 归附于沙皇陛下 永世不渝 并向大君主纳宫 那么我讲的这些内容 我要讲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清王朝的这种天朝中心论 或者华相中心论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本土中心论 这种思想并不仅仅是中国所独有的 不是只有中国有 那么其他国家也有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人们突出的去讲天朝中心论 主要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西方私部的国家 开始入侵中国 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文明古国 在政治礼仪方面 是吧 那么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它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本土中心论 是世界这个上古史发展当中 各个国家普遍的 普遍的对于世界的认识的 这么一种现象 不是清王朝所独有的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我先讲一下天朝中心论 中心论 主要是